就是说那个英文的月份 英文的月份名称 跟那个对应 假设要考学生说那个英文单字 1到12月 那请我出现一个英文单字 请你告诉我那是几月份 你就输入阿拉伯数字就好了 OK那怎么做 那我先把它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1 问题为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是几月份的 这个几月份 我们是用乱数抓的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我现在执行是 是这个月份 如果我在执行一次 你会发现他又是换另外一个 只要每一次执行 你会发现这上面的月份都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是乱数抓的 OK那抓的话 因为1到12月 所以是Random Range 1到13 抓到12 就是1到12帮我抓一个 那抓到之后的话 再帮我把那个月份的英文单字 放到这边来 那给学生猜 几月啊 所以这边 当然第一个版本也是 可以让他猜到对为止 所以他可以亂猜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6月 终于猜对了 OK那不对啊 他给你一直猜就好了嘛 OK 所以啊 一样喔 需要做那个 所谓的次数限制 比如说你最多只能猜个 两次吧 OK 猜个三次好像也算多了 那怎么样去限制他 就刚刚跟各位讲 你第一个一定要把换回圈改成破回圈 第二个话呢 如果他猜到最后一次的话 你可以多一个逻辑 就是本来是L一幅 你可以把它改再多一个一幅 一幅什么呢 一幅他如果猜的次数嘛 i等于多少 OK 比如说第三次的话 再等于 假如0开始的话 就等于2的话 而且没有猜对 那就怎么样 那就一样 就跳出跟他讲说不能再猜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去撰写这个对应的程式 首先第一个你会发现喔 问题为 这个东西 它会是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 它会不断去跟着什么 每次 啊 就是说磁琴的 这个 而产生 不会一模一样 所以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喔 我们第一步一样是Input Random 那第二步的话呢 因为喔 1到12月 会有一到12月的英文字的清单 有没有 那那个清单的话呢 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地方 去给它放 放在那个地方 OK 那我要放哪里比较好 你不能说喔 我这个变数啊 可能要12个月 那我要产生12个月 12个变数吗 当然不是 如果你有12个资料 对不对 那以前大家理解说 啊12个资料 那12个变数 如果你有多个资料 记得喔 一定要用一个所谓的list 所谓的串列 那我必须把12个资料 放到那个串列里面 OK 那有点类似像这样啊 就是说在在那个Excel里面 一个清单 那我怎么放喔 首先底下的话 就是我如何把 一连串的连续资料喔 把它放到串列的 这个方式 那特别至于前面就是 我这个串列 它的 这个变数名称 叫MS 假设这个名称 那特别至于等于的话 如果你要塞12个资料 你就是什么 直接前后中瓜糊 那里面的话呢 因为都是文字 所以呢 那我就怎么样 中间加豆点就可以了 那分别放什么 1月 放2月 3月 4月 5月 一直到12月 不过呢 这边我有做一个 算是什么 算是自己的改写 什么要改写喔 可能有同学会比较细心 会看得出来 就是呢 在第一个资料的时候 有没有 这边会出现一个空的 空字串 豆点 想说老师这边是多一个字 你打错啦 应该是要这样子吧 应该放的话呢 你干嘛放一个空的在那边 你应该放的话就放1月就好了 然后再放2月嘛 一直放到12月啊 你多一个都会怎么办 因为跟各位讲喔 就是呢 这个串列中瓜阿虎部分的话 所以这个数据值 MX有没有 以后如果你要抓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资料喔 这边的话 它的数据值是从0开始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那你这边注意喔 你要用MX中瓜阿虎 那抓1月 那如果抓2月的话呢 那1 这个0就变1了 这个就变2了 这个就变3了 那你会发现这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所影值跟它的月份相差1 那很麻烦 有没有 你常常要什么 如果相差1那边要 要不就是你把它加1 要不就是减1 加1减1很麻烦 所以后来 像这个也是之前用Java来说 想出来一个方法 我就干脆怎么样 直接在这个前面怎么样 加一个空的 然后逗点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反正我这个空间不要 这个0 有没有 我就避开了 那这边的话呢 以后 如果要取得这个 这个1月份的英文单字的 这个字串的话 那我只要MS什么 中瓜胡 我只要是1就好了 那2的话呢 就2月 一直到12月 刚好就是它的月份名称 有没有 这样好处之后 反正你就不用想太多 什么是要加1 什么是要减1 因为如果那个位置对应错的话 取得之后就错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 我想出来一个什么 算是权宜的办法 OK 那你想说老师 他这样子好像有点浪费一个空间 浪费对 是浪费空间 但是空间说真的 你的RAM这么这么大 就好像说你是郭台铭 你像1块钱掉在地上 你会减吗 你连看都不会看吧 对不对 可能100块掉在地上 也不会减 我不知道 他会减 我那种有钱人 想的都跟你不一样 OK 会有钱其实也是 就是积少成多 OK 不过不管 就是意思就是说 对于记忆体来说 这是根本唯不足道 但是好处就是说 你在撰写程式的逻辑 会简单很多 不用在那边加1减 因为我以前刚开始学写程度 我觉得最头痛就是 那个缩因值从0开始 这个部分 因为0 可是我们习惯从1 对不对 那你每次都还要 变换那个位置 实在是很头痛 所以后来我都一律 我为了不想要 让自己头痛 所以我一律都把它从1开始 所以为什么 一般人很喜欢用 那个Excel的原因 因为你会把Excel 你把Excel打开 它的列 它一定是从第一列开始 它不会从第0列开始 如果你从第0列开始 我跟你讲 很多人就不会喜欢用Excel 可是实际上 它其实电脑内部的 索引值一定从0开始 所以你会把 你要替使用者着想 你不能说用你的思维 去想说 那个什么 使用者应该怎么用 OK 好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 那再来的话 我们有个清单 再来要怎么做 不过再来就有同学说 老师 这个1到12月 我没办法全部把它背起来 对不对 那这个清单怎么办 那不然你就从文明团搜 要不然还有个方法 我这个清单怎么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寄1月份的 你只要寄1月份的 Generally 有没有 你就直接把它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Excel 但你一定要 至少你会需要背1月份就好了 那其他的月份怎么办 请你怎么样 向下填满 就会有其他月份的资料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Excel里面 它已经有把每个月份的那个 建成清单了 所以你向下拉就会出现 那你再把这个贴到那个什么呢 Python里面 在前后再加上单语 加上双语号 就完成了这个清单 所以特别是1 先把那个1到12月份的那个资料 放在串列里面 特别是它串列很重要 后面的单元就要讲串列 为什么它很重要 因为将来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单一个 像你比如说从资料库 从档案过来的东西 都是一堆 那一堆的话 你不可能说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所以怎么办 通常还是会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Python如果你要学好的话 或者是你要资料库学好之前 请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串列 或者英文叫list先学好 如果你学不好的话 那后面都不用讲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放嘛 OK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网络爬虫也是这样 你爬到东西放哪里 还是放到list里面嘛 OK所以在Python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资料形态就是这个list OK它其实就是类似于以前的 像Java好了 它就是所谓的阵列 只是这边它叫串列 改个名称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是说 以前的阵列 你里面放的东西 一定都要同样的资料形态 比如说里面都放文字 自串就要全部放自串 但是在Python里面 你可以放不同的形态 比如说一个储存歌可以放文字 一个储存歌可以放整数 一个储存歌可以放浮点 都没有关系 可以混搭 但是在串列里面还可以再放串列 对不对也可以 那叫二维串列 OK那后面还会再提到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都会越来越有点难度 OK 然后如果 随便你们前面东西要基础打好 后面的话才不会脑袋会爆炸 OK不然后面东西越来越复杂 OK好 第一个我们先建立一个串列 那第二步要做什么 产生一个乱数 产生乱数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是从1到12去产生 因为0这个不要管它 所以1到12的串列 那我就1到13 用random range 这个做法刚刚有做过 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它去拆了 所以一样什么 坏一冒号就好 有没有 所以有个固定的做法 乱数产生了 然后坏一冒号 坏一冒号之后 先产生问题问它 请问这是几月啊 所以呢这时候mr 可是问题哦 假设哦 这个mr里面假设是出现6好了 OK 那我要怎么刚好抓到6月的这个文字 在这里 去文吧 那特别之后啊 你就是变成要变成ms 中瓜糊 里面就放6就可以了 那6的话实际上是mr 所以其实把mr放在这个里面 就OK了 然后再跟文字串在一起 所以哦 底下的问题是问题为 所以特别说 input 问题为 后面的话就ms 把mr这个变数放进来 这是几月呢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为什么每一次出现的问题 中间这个地方都不一样 主要原因是因为 mr会不断的在改变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来 所以它如果是6 那就放6月的Jew OK 如果是7就变July就放过来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啊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那个串列的建立 什么建立上面有 串列的这个取得 其中一个词 在这边也有 OK 特别说 中瓜糊哪一个位置 放过来 好 啊 再来的话就做什么 哎 其实跟刚刚那一题有点像哦 if if什么呢 如果呢 当然有一种情况 如果呢 当然相等的话 m 这个值 比如说6 等于mr的话 那表示恭喜答对了 有没有 诶 正确答案 那当然反思的话呢 那就break掉 停止了 反思的话呢 那就什么 答错了 那答错了 它做什么 其实没有了 就return回来就好了 继续回答吧 程式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 我这边的叙述吧 这跟刚刚那个有点类似哦 有没有 先输入 然后画有email号 然后让它怎么样 先randon randon一个数字6 然后再画有email号 再让它输入 输入之后的话判断结果出来 OK 如果对就结束 break 如果错的话呢 那就继续回到 画有email号 继续回答 就这样而已 程式就完了 应该可以理解吧 而且你会发现 程式真的很短吧 应该比想象中还短 对不对 OK 请各位呢 再试着修改一下 改什么呢 只能够拆个三次吧 只能拆三次 画面先黄等各位一下 刚刚那一题也有嘛 所以你就怎样 把它改成 第一个for i in range range 3 就好了 然后 再多一个逻辑判断